全网又在热议新加坡 只因刚刚被评为亚洲最友善城市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 许多网友都说新加坡人的素质高 这里的人很nice 司机师傅们很热情 环球影城的员工也很开心 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近日新加坡果然不负众望 获得了亚洲最友善城市的称号 新加坡被评为亚洲最友善城市 新加坡人友善吗 昨天28日 网络语言学习平台preply根据53个城市 对外籍人士的友好程度 计算出了社区精神指数 结果显示新加坡虽然排名全球第16名 但依旧是亚洲最友善的城市 这个社区精神指数是根据以下6点计算的 1.服务人员的友善程度 2.访客在评论中提到友善的百分比 3.社区里人们的互相尊重 4.多元包容 5.幸福指数 6.英语水平 虽然是亚洲第一 但对于处处都要争第一的新加坡来说 这个世界排名还是有些靠后的 那么新加坡究竟差在哪里了呢 幸福要靠自己争取 幸福指数是新加坡的另一个弱项 得分仅6.49 排名相当靠后 如果下次出国 可以考虑这些得分最高的幸福城市 哥本哈根7.53分 以色列特拉维夫7.46分 阿姆斯特丹7.41分 难道新加坡人不幸福吗 根据联合国今年初发表的2023年世界幸福报告 新加坡以6.587的评分排名第25 始终不敌连续6年蝉联冠军的芬兰 同样在今年初发布 由国际民调机构 E普索Ipsos展开的幸福感指数调查中 新加坡仅有71%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低于整体平均的73% 在32个国家中只排名第21 要提升新加坡人的幸福感 似乎不是件意识 或许是我们始终离不开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 下班后仍感受到工作压力 到中央商业区走一趟 就会发现那里的人群总是一脸疲惫 不乏匆匆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在外籍访客眼中可能会被误解为冷漠 加上睡眠不足 睡前机不离手 新加坡人仿佛已经好久没有真正的休息了 或许大家放假时都应该去芬兰拜师 学学幸福的秘诀 对自己人反而不友善 从脸书上的留言来看 很多国人也觉得新加坡跟友善沾不上扁 根本不应该上榜 有网民开玩笑说 试试嚼一包口香糖 你就会看到新加坡有多么友善 也有网民指出 每天都在路上看到路霸和鲁莽的司机 荷兰友善 关于这点 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也曾公开发表看法 许多国人自私而且不友善 看看他们开车的方式就知道国人的开车漏袭时有所闻 包括超速行驶 爱超车 闯红灯 不让路 插队 乱停车 不开转向信号等等 路霸视频在社媒上流传 也屡见不鲜 有网友甚至直言 新加坡人是出于金钱利益 才会对外国人友善 不可否认 外籍人士对新加坡人的印象普遍良好 这名外籍网民就说 当你在新加坡迷路时 至少有新加坡人会帮你 而且不会像你讨小费去年底的一项外派人员调查也显示 新加坡的友善指数高达48% 也就是说 近半数的受访者觉得新加坡人很有善 容易沟通 这主要是因为多数新加坡人都能以英语交流 让外派人员能较快适应和融入本地生活 然而 在全球最友善城市排名的共同语言这一项 新加坡却只获得6分满分为10分 个人感觉这点有欠公平 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民的英语流利程度获得10分 当然实至名归 没有意义 但新加坡只有6分 未免太低了吧 感谢观看